在今年夏天的长草期,有不少NBA球员都选择能聚集在一起进行合练,因为这样除了能够更方便地取长补短,进行五对五的训练赛简便训练成果,还能在训练结束后进行好友间的智慧,在洛杉矶的UCLA训练馆。 哈登,保罗和威少俊在一起训练,开班带徒弟,而安东尼也在别处带着伯巴、香伯特和维福等球员进行训练,凯尔特人队在前锋马库斯·莫里斯在去年的季后赛上防守詹姆斯,一战成名。 但是,在那一场成功的防守之后,他接下来又被詹姆斯打爆了,这令他很不服气。 今年夏天,马库斯·莫里斯就携手马次队的鲁迪盖伊,新秀朗尼沃克,以及热火队的中锋哈桑·怀特赛德和为泰勒约翰逊等球员一起训练。 在训练中,莫里斯展示了自己精准的投篮能力,甚至跟鲁迪盖伊对轰得分,看来他是憋着一股劲,要在狭赛季好好证明自己。 训练在中,莫里斯自己持球推进,一个变相就获掉了怀特赛德,扣着的场段化作无用功。 接下来,莫里斯再突破了盖伊的防守,强行上篮命中,这边香,热火队的双向合同球员,小豆里克琼斯摘下篮板,传给莫里斯,莫里斯运球赶过了中圈,在距离三分线,还有一步远的距离,就出手一进三分球,居然命中了。 最后,莫里斯面对盖伊的防守,突然一个变相,接着后撤步的三分球命中,这后撤步有点像哈德,德,有了这么灵活的进攻招数,莫里斯想猜忌在凯尔特人队,能坐完主力位置吗?